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 现在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开始我们的敬拜 请大家一同低头莫倒 预备我们的心 请思琴续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盾牌 我心里倚靠它就得帮助 所以我心中欢乐 我必用诗歌颂赞它 阿们 请你们请安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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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全地相迎祝天长河 来尊重主生命超乎万民 让我们去西部附近拜祭 因祂生命万喜要跪拜 让网口承认祂是主耶稣 全能神尽我荣耀祢 但愿尊贵宋子和全能 都归于祢 都归于祢 愿尊贵宋子和全能 都归于祢 都归于祢 主耶稣 都归于祢 都归于祢 愿尊贵宋子和全能 都归于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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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 有我战胜儿子 今天是主耶稣 受难天的最后五岁祖子 两千多年前的今天 主耶稣去着余居荣耀地进入 主耶稣三尾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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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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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开口祷告 愿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送赞 献给我们的主 祂为我们受死第三天复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我们要赞美感谢你 你是荣耀的君王 来到我们当中施行拯救 以恩典慈爱来带我们 更为我们这些罪人死在十字架上 使凡信靠主的罪得赦免 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 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进入主荣耀的国度当中 主你从死里复活 战胜罪恶死亡的权势 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 我们要一从来感恩来赞美 把一切的尊荣 权柄 送赞都归给你 让神的名 在我们当中 大得荣耀 求主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中 兼顾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在面临困难的时候 由主所赐的力量来跟随主 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都有靠主得胜的心 勤做主公 等寇主的再来 我们求主真理的灵 充满胡君才牧师 让他满有主智慧的力量 来传讲主你的话语 求主的灵 在我们的心中做奇妙的工作 让我们明白主你的话语 就可以行在其中 我们这样的感恩 请求祷告 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请坐 今天的宗旅主日 是耶稣受难周的开始 在这一周 主耶稣诅咒不结果子的 无花果树 他清洁圣殿 他教导我们 尽心尽性尽意 爱主你的神 还要爱人如己 他接受玛利亚 用极贵的香膏 膏抹 他给门徒设立圣餐 星期五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世人的罪而死 死后三天复活 他被接到天上之前 吩咐门徒 你们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阿不得我们时常 记得主的教导 给万民传福音 对万民述说 耶稣故事 对我书说耶稣故事 身影没聚在我心 对我书说宝贵故事 罪天美可爱家义 书说天使如何歌颂 心和主耶稣将生 天上荣耀归于真身 地上平安归于人 对我书说耶稣故事 身影没聚在我心 对我书说宝贵故事 罪天美可爱家义 书说耶稣经是故事 独在旷野思绪 他为我们人收拾 他最后获得大圣灵 书说耶稣如何辛劳 离经有少与苦痛 离经情绝不深平辱 去无定所及贫穷 对我书说耶稣故事 身影没聚在我心 对我书说宝贵故事 对我书说宝贵故事 最甜美可爱家义 书说救主被定世家 如何受苦难 如何受苦难罪过 书说救主葬在坟墓 如何三日后复活 这故事中 这故事中的大慈爱 我既已明白是真 我书说救主 听到主爱为我奢神 最甜美可爱家义 最甜美可爱家义 在外面的赛逝 这好 这一只拍摄 这两只拍摄 这两只拍摄 这一只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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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只拍摄 心向你線上敬敗和呈現 謝謝你救我們出黑暗和光臨 使我們脫離罪惡進入自由 謝謝你受過死亡自下生命 使我們再去哪兒 哪有平安 太大了 絕對蘇今天我們拿什麼來献給你呢 我們也有往下 我們願意將生命擺上 每一天都為你 一生愛你信仰 更隨意是個見證我要主持 我來到你眼前 全心向你呈現耶穌 你不是如此愛我 我太單獨與你 我來到你面前 全心向你呈現耶穌 我太單獨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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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 能够献给你 唯有我的心 我唯一道口 唯一的呼求 是你能约纳我 写上的全所有 愿我这一生 成为你亲密 来完成你之意 来到你面前 全心向你呈现 耶稣 你是如此爱我 我单单属于你 祝我在这里 献上我的心 生命的一切 完全献给你 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 能够献给你 唯有我的心 我唯一道口 唯一的呼求 是你能约纳我 心上的全所有 愿我这一生 成为你亲密 来完成你之意 好不好 在此我们到这里面前 祝我在这里 在这里 献上我的心 我们去修 神明的一切 完全献给你 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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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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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能约约于我 你为我 amazon天 哪想到你 你跟上我的心 bachelor 想你的一切 完全献给你 因为我并没有 财宝和记忆 能够献给你 为了我的心 我唯一的宝 唯一的护手 是你能缘到我 写上的全所有 让我这一生 成为你亲密 来完成一局 您前面请坐 愿我们把我们的心都献于主 跟随主 谢谢安提亚团契献师 今天我们很高兴有加拿大家庭更新协会 加东国语事工主任吴君才牧师 来为我们传讲神的信息 吴牧师今天的讲题是 在基督里的真自由 主题经文在加拿大书第五章的一到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 基督释放了我们 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的稳 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 我保罗告诉你们 若受割礼 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 我再指着受割礼的人 确实地说 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 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 是与基督隔绝 从恩典中坠落了 我们靠着圣灵 凭着信心 等候所盼望的义 原来在基督耶稣里 受割礼 不受割礼 全无功效 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 你们向来跑得好 有谁拦阻你们 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 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 一点面叫能使全团都发起来 我在主里很信你们 必不怀别样的心 但搅扰你们的 无论是谁 必担当他的罪名 弟兄们 我若仍旧传歌里 为什么还受逼迫呢 若是这样 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 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 把自己割绝了 弟兄们 你们蒙昭是要得自由 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 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 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之内 你们要谨慎 若相咬相吞 只怕要彼此消灭了 好 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胡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非得感恩和大家一起来敬拜神 我们在这里能够敬拜他 是因为蒙了他的恩典 就像刚才安提阿团契作献的那首诗歌 说愿我这一生成为他器皿 来完成主之一 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 真是众弟兄姐妹 我们要谢谢你 孩子站在这里也要谢谢你 主 你为我们奔向耶路撒冷 你为我们背定十字架 在你的恩典当中 你释放了孩子 也释放了众弟兄姐妹 让我们成为天父的宝贵儿女 主啊 是因着你 我们在这里来敬拜 是因着你 我们得释放得自由 谢谢我们的恩主 愿我们都来荣耀你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刚才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就提到了自由 我不知道你想到自由的时候 你曾经想过什么样的自由 可能有的人想过财富的自由 我什么时候我能这个 能这个花钱不收那么 那么多的约束就好了 也可能你想到健康的自由 我能够身体健康能够奔跑 有的人可能想到的是人身自由 我不再被约束 我不再被别人说捆绑 也可能有的人想到的是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别管我 还有人想到一种自由呢 就是我想不做什么 就不做什么的自由 这也是不容易的一种自由 可能我们有的人还曾经记过一首诗 听过一首诗 我记得在我那个上高中的时候 就听过这首诗 叫生命成可贵 爱情也美好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就好像你看这个是匈牙利的诗人叫佩多菲 他写的一首诗 他说为了这个自由 我愿意付上生命跟爱情 这两个都不要了 你看他认为这个自由是非常的宝贵 但是今天我们谈的这个自由 我们没有付上任何的代价 今天在基督里的这个自由 不需要我们付上任何代价 是主耶稣 他自己已经付上这个代价 我们在基督里得到的这个真自由 是主耶稣自己 他在十字架上 他付上生命的代价 他又白白的把这个恩典来赐给我们 我们得到这个真自由 我们来到主里面 是因着他拣选我们 是因着他引导我们 是因着他带领我们 这是神的恩典 求神来帮助我们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这一节经文 他提醒我们 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得到了真自由 这里说基督释放了我们 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的稳 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 就在基督里得自由 是被主耶稣他来释放 弟兄姐妹 你想到这个释放 你想到什么 你是不是曾经被释放过 我想到这个释放的时候 我就想到那个在监狱门口 就看到被关的犯人被放出来 他就得到了那种自由 这是一种在监狱当中 被捆绑之后的那种释放 他得到自由 还有的释放 是我记得在我们家不远的地方 有一个公园 在那个公园呢 现在有一个可以把狗放开的那个地方 我就看那些羊宠牧的那些主人们 就把狗牵到那个地方 放到里面 就把那个狗给解开 那个狗就在里面 就可以自由地奔跑 那也是被释放 他这个释放是被捆绑 然后他又释放 又舒服 他又被释放 就被舒服住了 他不能得自由 那同样我们在基督里被释放 得自由 是因为我们被罪捆绑 在基督里得释放 是被罪所挟制 我不知道 你被什么样的罪挟制 你是如何在基督里得释放的 你没有捆绑就没有释放 你如果说我没有犯罪 那你就还没有被捆绑 好像是没有被捆绑 就像我一样 我在没有信主之前 我不觉得我是犯罪的 我也是一个不错的丈夫 我做的还不错 很多人也说我们夫妻是模反夫妻 我也是一个不错的爸爸 我对我儿子那也是付出了很多 我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我在原来的工作单位 我也自认为我是一个很不错的老师 我在学校里我是教书的 你看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后来到了多伦多 他们把我带到了教会 当我到了教会之后 去了几次 别人当牧师在前面呼召的时候 我就觉知了 我就举手了 后来呢我也受洗了 当我受洗之后 那个时候在觉知的时候 那时候也做了觉知祷告 牧师说一句我就说一句嘛 你是不是一个罪人呢 我是一个罪人 你愿不愿意让主耶稣赦免你的罪 让他做你生命的救主 我愿意 可是在那个时候 我还不是特别明白 知道后来 我在读圣经的时候 当我读到罗马书第一章 特别是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那一段 你如果读罗马书二十一节 第一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那一段的时候 你就发现你逃不掉 在那个时候我就看那里边 我有很多的罪 哎呀 后面他说你有什么骄傲嫉妒 这种邪恶 邪荡 很多的罪我都在里面 特别是我读到后面的时候 他说 他们随之的审审判 行这些事的人是当死的 他说行这些事的人是当死的 神必要审判 因为那个时候我信主也时间不是很长 我对圣经的了解呢 也很肤浅 对神的话语呢 了解也很肤浅 但那个时候也没有人来陪伴我 来带领我 我就是自己在读圣经 我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觉得我非常的 就是可怕 那个时候很害怕 但那个时候我就说 哎呀我怎么是这样了 我还有这些罪在我里面 行这些事的人 是死的 但我想到我是死的 我无可救药的时候 那我怎么办 因为我对圣经的话 我了解很少 我不知道我还有一条出路 在那个一段时间 几个月的时间 我就说 哎呀神啊 我是死的 我是死的 我要进到那边的永远里面去吗 我真的那个时候 心里面就有一个很重的负担 好像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里面 直到后来牧师也带领我 他就让我读到了这段经文 就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他是说什么呢 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他说必要洗净我的罪 洗净我一切的不义 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就跪在神面前 我就在那是痛哭 我就把我所有的罪 我全部向神来认 当我认完我所有的罪的时候 我是一生的轻松 在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什么叫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 我就觉得真的是在耶稣里 他释放了我 当我向他认罪的时候 他就洗净我一切的不义 不是说洗净一点 而是所有的 被主耶稣释放 在他里面得自由 在那个时刻 我得到了那种自由 我是被他所释放的 在这里说 当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 就有那个真自由 就在里面被完全的得释放 在这一段经文 后面这几段经文 他也说 所以天父的儿子要叫你们自由 你们就真自由了 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17节那里说 他说主就是那灵 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得以自由 你看在神的儿子里面 就有真自由 他说主就是那灵 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得以自由 刚才我提到我跪在主的面前 我认我的罪 我所有的罪都向神认了 可是在那个时候 我也向神来祷告 我说神啊 我说这些罪我都向你认了 但是有一件事 我就是到死 我也不跟我的太太讲 我可以跟神讲 但有些事 那一件事 我是不跟我太太讲的 实际上在那个时候 你知道 我还有一个事 我要保留 就是到死都不跟我太太讲 因为觉得跟我太太讲 她万一瞧不起我怎么办 她万一就是 她到时候拿这些事来说我怎么办 所以当时你看你还犯那个罪 你犯那个错 我就觉得跟她讲 可能会给自己添很多麻烦 我就打定了主意不跟她讲 但这里说 天父的儿子 要叫你得自由 你们就是真自由 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可以得以自由 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去参加一个培训 参加培训的时候 那天晚上 当预备课预备到晚上的时候 神的灵就跟我说话 说那件事你要跟你太太讲 我就想我说神的那件事不能跟她讲 那一讲就麻烦了 但是好像神的灵就感动我 就是你要跟她讲 在那个时候 到了早晨 四点多的时候 我太太她就醒了 她就看我 也在那还在预备 我实际上睡了一觉醒了 我再预备 四点多我又醒了 我再预备 她说你你怎么了 我说我再预备课程 我说在这个时候 我说神感动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 可是我还没有预备好 那时候我太太她就说 她说神既然原谅了你 也接纳了你 她说我也愿意原谅你 接纳你 因为我在跟她讲我的经历 我说我跟神祷告的时候 神原谅了我 也接纳了我 也饶恕了我 我太太就说 我也愿意原谅你 接纳你 饶恕你 在那个时候 我就抱着我的太太 我的太太也抱着我 后来就拥抱在一起 我就跟她讲 我就把我所犯的罪 在我一生当中所犯的罪 我都跟我的太太来分享 我太太就抱着我 她一边为我擦眼泪 一边说 神原谅你 我也原谅你 神饶恕你 我也愿意饶恕你 接纳你 在基督里得真自由 如果没有这样的真自由 我就不能跟我的太太 能够合而为一 我就不能跟她 二人成为一体 因为在我们中间 还隔着一个 好像透明的墙 这个墙 我能看到它 它也能看到我 但我们在 我们两个之间 如果不是在基督里 有自由释放 如果不是主耶稣基督 他拆回那个隔断的墙 我们两个 怎么能够 同心合一的 来释放 基督的 他的生命 他在石的架上 他让我们得自由 他的灵在哪里 就让我们得以自由 因为是他释放了我 他也释放了你 弟兄姐妹 你想想你自己 你是什么时候 被主释放得自由的 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是自由的 我们是有那个真自由 因着有着真自由 所以我们更要珍惜 主耶稣 他所给我们的 所以这里说 所以要站立的稳 不要再被奴仆的恶 所挟制 那个恶是什么 那个恶在你身上的时候 就让你不自由 那个奴仆的恶 就让你不自由 他说 所以要站立的稳 因为我们得了自由 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在这个救恩里面 要站立的稳 加勒太教会 他们已经得了福音 保罗已经把 主耶稣基督 那大好的福音 那个好消息 告诉了加勒太教会 他们也领受了 可是在这个时候 也有其他人 也有教会当中的假弟兄 就传另外一个福音 传另外一个福音 就说 你们要受割礼 你们要守律法 如果是受割礼 守律法 在人看来好像是 让人可以更加敬虔 让人可以变得更好 有更好的行为 但保罗在这里说 如果你们不站立的稳 你们就会回到那奴仆的恶当中 就会失去那美好的自由 有一个弟兄 他就分享他的经历 当然他说 他在教会待了一段时间 可是他还时常的犯罪 有些时候是心里面的犯罪 有时候是行为上的犯罪 当他想到这些的时候 他就说 他说我已经得救了吗 我真的得救了吗 可能我已经失去了神的恩 我没有得救 因为我的行为不好 后来神的话也提醒他 其他的弟兄姐妹也帮助他 他就在一个地方 他就钉了一个钉子 他说我已经得救了 就好像这个钉子一样 在这个地方钉得稳稳的 神救赎了我 我已经在他里面得了罪 我已经成为他宝贵的儿子 就像这个钉子一样是稳稳的 当魔鬼撒旦再让我怀疑 我侍奉得救的时候 是否我的行为好不好 我没有得救的时候 我就摸那个钉子 说主啊 你已经成为我的救助 不要让魔鬼撒旦的这些谎言 让这些怀疑 再让我在添加什么 为什么才能得救 不用再添加什么 主的救恩就是白白的给我们 就是恩典 所以保罗在这里非常的义正词言 就是你不要在上面再添加什么 当在添加什么的时候 当我们想在圣经上 在真理上 在福音上 再加一点点 改一点点 那就是别的福音 为什么保罗在这里 对那些人那么严厉 是因为如果加一点点 他所带到的就不是永生 就会到永远的灭亡那里面去 有些时候 我们可能也要增加一点点 好像就是那样 会变得敬天一样 有一个弟兄 他在要收洗的时候 那个牧师说 你这个愿意承认你的罪 愿意让主耶稣做你生命的救助 你就可以收洗 那个弟兄说 说不行啊 我还等我再好一点 等我再好一点 我再收洗 我现在我的还不好 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 总不能靠着你更好一点 更好一点 你变得才能成为神的儿子 我们没有一个人好到 你不需要神的这种救恩 没有一个人可以坏到 不需要不能得救 所以当我们到神面前来的时候 不是靠你的行为 所以说要站立的稳 不要失去神的救恩 要站立的稳 不要添加 不要觉得我再做好一点 靠着行为 我们不能靠行为来得救 这就是保罗要责备这个教会的 我们不能靠着守律法 但是当我们得自由之后呢 我们得自由之后 也不能放纵情欲 在前面 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 在第五章的二节到十二节 那里保罗对那些人有很重的责备 在那里他也说 如果你们要是在这里添加什么 那带领你们的人 那就是与生隔绝了 很严重的责备 但同样他也告诉我们 要生发仁爱的信心 当我们生发仁爱的信心的时候 那就不是责备的心 就不是指责的心 那我们就不要放纵我们的情欲 他在这里他提醒我们 提醒什么 你们蒙昭是得了自由 但得了自由要怎么样呢 就不要放纵情欲 什么叫放纵情欲 如果我们读加勒太书第五章 第十六节再往后读 他说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 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 放纵情欲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是我们肉体的 不是属圣灵的 不是顺着圣灵所带领的 后面也讲到圣灵的果子 你想到哪些是情欲的 哪些是圣灵的呢 他说自由不是放纵情欲 自由是因为我们得了儿子的名分 因为在十九节那里讲 第五章十九节 他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 他说就如奸淫 污秽 邪大 拜偶像邪术 仇恨 争敬 忌恨 恼怒 皆打 纷争 异端 嫉妒 醉酒 荒业等类 这些就是情欲的事 我就想我自己 虽然信住了 当我如果没在圣灵里面 如果不听圣灵的那个言党 我就在情欲里面 我有些时候就是在放纵情欲 当在放纵情欲的时候 那就会对教会带来伤害 当放纵情欲的时候 也对家庭带来伤害 在这里讲 你们要放纵情欲 又怎么样 后面说 如果不谨慎 只怕要相咬相吞 彼此消灭了 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 我们在神里面 如果是我们认为我们得了那个真自由 如果我们是要回应神的爱 我们真的要把守自己 保守自己的心 不要让我们放纵情欲 当放纵情欲的时候 就怎么样 就真的是那个瞎咬瞎吞 就不能爱人如己 就不能彼此相爱 我记得我在以前的教会 我有 我就跟一个弟兄 是为着侍奉的缘故 有不同的观点 因为看在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 看事情的方法不一样 自己成长的经历不一样 别人成长的经历也不一样 我们看同一个事情 可能是从不同的角度 但是当我在那个时候 我看对方的时候 就好像对方是做的不对的 那对方他怎么能这样做呢 在那个时候 我的言语 我的行为 就是随着自己的情欲 那个时候我就说 哎呀不去教会了 教会怎么是这个样子 实际上 教会可能原来还很好 因着我去了 可能就变得不好了 怎么觉得 那我就不去祷告会了 哎呀这个活动 我也不愿意参加了 在那个时候 我就随着我自己的情欲 我就做事情 甚至我都不想去教会 想换一个教会 后来就是这段经文 他说你们若相咬相吞 便是要鼻子消灭了 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就一下子把我给打醒了 我就找到那个弟兄 我就有在基督里面的自由 我就跟他来认错 我也向神来认罪 那个弟兄也是抱住我 我们两个弟兄抱在一起 我们痛哭 我们向神认罪 我们悔改 这是在基督里面的真自由 我们可以这样 来彼此相爱 但是在家里面也是这样 当然在家里面 当我们愿意这种 不放动自由的时候 不放动情欲的时候 那我们也不一样 我不知道你在家里 你有没有那种 放动情欲的时候 你虽然已经信主了 可是有些时候 那个老我出来的时候 那个自我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放动 你自己的情欲 我是对的嘛 我凭什么要听他的 他凭什么这样批评我 我记得我跟我太太 也信主了 甚至也做传道人了 也读神学了 也有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 当那个时候 你发现真是乡咬乡吞 你知道乡咬乡吞是什么 如果你想到乡咬乡吞 你想到是什么画面 我想到乡咬乡吞的时候 就是那些动物 你看那个动物 有时候它在旷野当中 活在一些动物园当中 你看那乡咬乡 它就是在掐架嘛 有些时候我们说狗咬狗 那就是相咬相吞嘛 有些时候真是 我就是一个夫妻之间 有些时候我跟我太太 哎呀真是你不让我 我不让你的时候 真的就是相咬相吞的时候 你凭什么这样说我 真是求神帮助我们 我记得有一次 我跟我太太 就是我说了她什么 我说你如果这样做 就你如果这样做的话 我就不理你了 不怎么样了 她说你不理谁 就说谁怕谁啊 你不理我我还不理你呢 就是这样的关系 我一听她这样 那我还觉得挺受伤害的 你知道男人有时候很脆弱的 我不知道你们啊 我是那样的 我太太说你看你那个 退弱的小心灵 动不动就受伤害 因为当她那样说的时候 她说谁怕谁啊 我心里我就想 我还是有点害怕 害怕那种关系破裂 可是在那个时候 就不想低头 在那个时候我就想出去走走 真是在那个时候 就是相咬相吞 不愿意认错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 就是因着她不理我 我不理她 就是知道自己错了 但不愿意认错 就好像那个不可寒怒到日落 我就醒不出来 那个时候就是相咬相吞 都到了半夜了 两个人还在那僵持着 那种僵持就是相咬相吞嘛 谁也不愿意认错 在这个时候 我的儿子来帮助我们 我的儿子过来来给我们调解 说半夜了你们俩还不睡觉啊 说半夜了你们俩怎么还是黑着脸呢 她说你们怎么学的 你们平时是怎么教导的 你们在安耐夫妇行当中 怎么教导别人 这个要彼此顺服的 要不可寒怒到日落的 要不要计算对方的恶的 这我儿子过来来教导我们俩 当然他也来辅导我们俩 在那个时候 我们俩相咬相吞 如何变成彼此相爱呢 他是靠着神的爱 神也感动我儿子来帮助我们 他在那个时候 我跟我太太又彼此和好 你看我们得了自由 蒙昭是得了自由 但有些时候就会放纵自己的情欲 他是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看他在这里也说 他说你们若要相咬相吞 便要彼此消灭了 让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成为一个在神里面 我们要成为一个谨慎的人 在希伯来书 在希伯来书 十二章十五节那里也说这个谨慎 他说又要谨慎 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 恐怕有毒根生出来 扰乱你们 因此叫众人沾染无惠 他说又要谨慎 你看这里提到谨慎 要谨慎度日 希伯来书这里也提到 又要谨慎 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 恐怕有毒根生出来 实际上我想到我自己 当我不谨慎的时候 就真的是失去了神的恩典 当我不谨慎的时候 就真的有毒根生出来 这个毒根生出来的时候 不仅是污染我自己的生命 也会污染重人 因为有些时候 别人问你的时候 说君财这段时间你没来教会啊 你怎么不来教会了 我就要跟那个人讲嘛 他关心我了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看教会有这些事情 你看教会有这些问题 在这个时候 那就是有毒根生出来 有苦毒生出来 还要污染重人 就污染神的教会 是求神连连我 在那个时候 我所做的 是伤害神的教会 在那个时候我所做的 是让我们的主耶稣 他再次受到羞辱 他再次受到羞辱 我所做的 是让主耶稣 他用宝血佛所买出来的教会 是不能扎下他的荣耀 弟兄姐妹 我就是这样一个不谨慎 在神里面 就失去神的恩 就生出那种污秽 生出那种苦毒 让教会蒙羞的人 但神有怜悯 神有恩典 即使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仍然赦免 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仍然让我能够 站在众人面前 因着他的恩典 来传讲他的道 愿我所做的 我的失败 我的教训 成为我的警醒 也成为你的警醒 不要让那个毒根生出来 让我们谨慎 让我们做到爱人如己 因为看在教会当中 有多少的时候 是因着失去了神的恩 有多少的时候 那种分裂 那种彼此的不饶恕 不接纳 不能彼此相爱 造成教会的分裂 如果你看很周围的教会 你看到多伦多的教会 看到加拿大的教会 有多少的教会 是因着失去神的恩 造成那种分裂 纷争 那种苦毒在当中生出来 真是求神帮助我们 我自己在家庭当中 我是服侍家庭的 我所做的那种乡咬乡村 当然 当我们悔改的时候 神也使用 但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在主里面 是得了那种真自由 当我们得了那种真自由的时候 我们就要生发出人爱的信心 当我们得了那种真自由的时候 我们就要学习彼此相爱 就要爱人如己 彼此相爱 首先要在家中行出来 彼此相爱 就要在神的教会 神的家中行出来 求神赐给你力量 也求神赐给我力量 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得了真自由 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 这个宝贵的攀石上 我们站立得稳 我们不要再回头 不要在这个律法 在行律法 在福音上再添加一点 再添加一点 我们要在主里面 有那个自由 我们就不要放纵自己的情欲 我们要谨慎度我们在世的日子 因为这个真自由 是让我们回应神的爱 这个真自由 是让我们要学习为主而活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阿爸天父 孩子谢谢你 孩子站在你的面前 是蒙了你的恩典 是蒙了你的怜悯 是得了那个真自由 谢谢我的主 你为我舍命 你释放了我 你让我这一个 本该到地狱当中的人 却能够在你里面 有永远的生命 有美好的盼望 有在天上的家 主啊 我谢谢你 在纪念你 在纪念你 为我们受死 为我们复活的日子 主啊 谢谢你 真是帮助孩子 不要再放纵情欲 帮助孩子 要谨慎度日 帮助孩子 不要相咬相吞 主啊 也愿我们众弟兄姐妹 在你里面 这个真自由 生发出 仁爱的信心 我们在教会当中 彼此相爱 在家庭当中 彼此相爱 谢谢恩主 打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谢谢胡牧师 让我们也都是 在主里面 得了这个自由 就谨慎度日 然后也是 弟兄姊妹们 彼此相爱 谢谢胡牧师 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 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 弟兄姊妹和新朋友 有没有您今天是第一次来的 请站起来 我们大家鼓掌欢迎 好 欢迎 这边有一位 欢迎你来 好 这边还有一位 好 谢谢 请坐 欢迎你们 继续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 然后待会在门口认得 我们的毛牧师王传道 然后我们也有免费的午餐 来招待新朋友 下面我们报告事项 我们一起来参照秩序单 第五项 崇拜结束后 有需要带导的弟兄姊妹 可以到台前来 有教母和长老和你一起来祷告 第六项 诗班今天下午一点钟 在大堂练习 第七项 今天晚上七点半 继续有门徒造就课程 生命述查经班 第八项 四月七号到六月九号 八个主日下午一点一刻 我们有邀请邱佩兰姊妹 来为我们主讲圣经故事看教雅 上次王传道已经介绍过了 大家可以在网上报名 或者是在大川堂里面有招待桌 在那边领取报名表来报名也可以 第九项 本周三晚上七点半 我们有线上的祷告会 请大家都来参加 第十项 本周五就是来的这个周五 上午我们是受难节的聚会 是十点钟 不是十一点钟 我们通常是十一点钟开始聚会 周五是十点钟 其间呢我们举行圣餐 之后的一个主日就是下一周 就是之后啊 星期五之后星期天 是复活节崇拜 我们照例呢是十一点钟开始 毛牧师传讲福音信息 请大家邀请牧道朋友们来参加 邀请你周围的没有新主的朋友们来参加 然后呢在复活节的下午一点半 我们举行洗礼 也是请大家来留步参加 有一点呢我们这个周五的受难节聚会呢 没不设儿童的看护 所以呢家长可以和孩子们一起来 在这边大堂里我们一起来聚会 然后呢家长要负责孩子的安全 在教会里面 然后后面英文堂受难节的 受难节的聚会呢是周五的下午四点钟 在释迦堡华人宣道会 有接送孩子们的家长呢 要注意一下哈 这个时间 然后第十一项英文堂的retreat 他们在五月份的长周末 在那个brook university举行我们都去过的哈 然后呢报名到4月5号来截止 第十二项我们的儿童主日学VBS 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 7月29号星期一来开始到8月2号 然后欢迎大家邀请JK到六年级的小朋友来参加 那么报名呢是到今天截止是吗 还是下一周到ok 到下一周截止 然后呢可以到招待桌那边去报名 也可以呢在网上报名 那宝翔你还有其他说明吗 待会儿OK 那待会儿宝翔再说明一下 好那就请宝翔来说明一下 好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好像刚刚我们报告的 其实本来呢VBS的截止日情是到今天 但是非常非常感谢王宝翔传道 他个人他愿意有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奉献 我们等一下请宝翔传道来跟我们说 那这边再稍微再解释一下 VBS是我们就是等于是儿童事工 每一年我们都会办一周为期五天的下令会 让小朋友在漫长的暑假间 他们不用去上课 他们可以每一天到教会来 透过一整天很丰富的活动 可以像沉浸式的来学习上帝的话语 但是这个活动不是只是局限给 在主日学我们自己教会里面的孩子 这更是我们事工里面一个非常大 一年一度非常大一个传福音的机会 有很多的孩子 他们平常是完全没有 他们不是基督徒的家庭 平常是没有机会可以进入教会的 那也很难因为各种特别的原因 特别的节日来邀请他们 他们可能一年会来一次 但是透过这个礼拜的活动 因为他们很喜欢这些活动 他们会愿意每一年都回来 然后我们也因此就可以认识他们的家庭 认识他们的家长 让他们认识基督教 认识我们的教会 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来 所以这不是只是给孩子们玩的一个礼拜 这是我们整个教会可以一起来参与 一起动员 就是我们自己里面的一个宣教的大好机会 那我们非常非常感谢 宝翔传道他 因为刚刚为什么说 本来报名期限是到今天截止 但是宝翔传道更有一个爱心奉献的机会 那我们就请他来解释给大家听 就是我们VBS 我们这个暑期下令银行 可以说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传统 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特色 也同时是我们教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机会 而且你看我们在座的可能很多的家长 都能够和小孩子能够了解到 他们其实每年在暑假的时候 这段时间就像过年一样 他们期待着这个时间 这是真是美好的一个回忆 这个老师讲课 青年青少年是这个我们叫 是那个义工做助教 然后呢服侍小孩子 一代人服侍一代人 他们每年都觉得好感动啊 好有爱啊 我到现在都想着我们刚开始有VBS的时候 孩子出来那个那个每年都是都看到他们结束之后 那个喜乐笑容是特别特别感动 那么因为这几年呢 因为疫情的原因呢 我们没有办法给孩子提供午餐 所以呢中文堂呢会有一个奉献 奉献什么呢 还是同样的价格 我们中文堂会奉献这个午餐给有需要的家庭的小孩子 那么一共五天呢 其中是四天我们是有午餐 免费的午餐来给提供给这些 这些这个有需要的孩子们的 就像刚才Grey Joyce说的 VBS是一个我们最好的最合适的最方便的向小孩子传福音的机会 想想在那里有他们的大哥哥大姐姐作为榜样 有老师教圣经的知识 这个时候是他能够在他最小最需要神话语的时候 传递给他一个最直接的最美好的一个信息 所以首先邀请弟兄姐妹嘛 我们把整个这个报名时期往后沿了一个周 回去之后 向我们身边的这些木道朋友 或者是基督徒 让他们的孩子报名 再给一个周的时间 说我们现在不仅仅有出去玩 教圣经 有snack 两个甜点点心 两个甜点 还有呢午餐 也可以免费的提供 让他们一起来 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这个呢 VBS其实一直是这个感觉 除了我们中文堂的这些教的老师以外 似乎中文堂的链接和VBS 远不如这个英文堂和VBS的链接 那怎么办呢 我们多加一项这个链接 就是我们有一个像午餐一样的奉献 是把这个VBS变成一个更加是我们教会一起的一个遗传分的一个活动 所以呢我们也需要同工 一个同工就是需要 除了我们在那里教授的老师 我们可能还需要一些其他的可以说中文的助教 来帮忙VBS看看小孩子呀 照顾一下秩序 不需要说英文说中文也可以 另外一个呢 那个做饭 那做饭呢 是我会在家里面做 可能需要一两个同工和我一起 把这个饭做好 送到教会里面来 好就是这样 期待 弟兄姐妹们 我们更加的involve 更加的进入到这个VBS的一个传福音的活动当中 好 对于下面的信息 时间交给盲牧师 谢谢 谢谢 我们按照上帝的话语 把我们的所领受的福音 把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活出来 一个直接的方法 就是积极地参与到儿童暑期圣经营里面来 希望大家积极地响应 这个呼吁来参加这个福音圣经营 我要请大家起礼我们一起来领受从天父上帝而来的祝福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指债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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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请大家莫岛后三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